当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沈阳工业大学体育馆 为您带来的第十二届全运会 男子举重比赛 五十六公斤级的焦量 李立志 还有最后一把 来讲呢 这一次虽然只加了三公斤 但这三公斤对他来说还是很有值得这三公斤 因为他不能在抓紧比赛当中呢 输给吴锦标和龙琴拳太多 对 好的 冲门 好的 漂亮 今天啊 正像应届老师说的 给了两盏红灯啊 判失败了 我因为我没有太看 我们看一下 仲裁可能会要更改中央 仲裁再回看 因为仲裁系就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仲裁现在在重新合一 现在我们从画面上来看没有什么态 画面看没什么问题啊 而且两盏红灯是左右两个侧材给的 它这个左臂啊 稍微 但是这个还不完全叫屈身 应该说叫抖动啊 对对对 不能叫屈身啊 对 这是两盏红灯 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 哦 改化了 看成功了 看成功了 吴锦彪已经到台口了 对 那么针对这次的全员会啊 国家体育总局举帅人运动管理中心 对赛场的赛风赛季啊 确实是做了很多的规定 为了保证运动员公平公开公正竞赛 所以说呢 也提出了很多的改进意见 确保我们整个赛事呢 平稳顺利 所以我刚才就是一个现象 厂商职裁可能看到有的角度不同 有问题 但是呢 其他仲裁 根据绝合时机回放他改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吴锦彪 133公斤的开把 抓局本身就是吴锦彪的强项啊 对 哎呦 很可惜啊 很可惜 在前面我们介绍这场比赛 决定可以说是一个超世界级子这样一个竞争 因为在世界赛场上我们都很难看到 有这么多 这么高水平的选手同场竞技 并且这两位选手呢 停举的开把重量都是预报了160公斤 对 那么今天呢 应该说从场上的比赛的千号来看 龙青拳是二号 吴锦彪是一号 对 而且从体重上来看呢 龙青拳的体重要轻 5.64 对 所以从战术安排来看呢 龙青拳更在优一些 主动一些 更在主动一些 而且现在呢 他已经有了一个130的这样一个成绩 对 这心里就更脱底了 所以这个时候阿彪这种面临的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大的 对 这把必须扯了 带起来 哎呦 这一下可就危险了 哎呦 我们说运队员每次失觉 我都感觉要腿啊 这个膝关节都要有抽筋的感觉 真是跟着他们用力的感觉 对 确实跟他们应该是朝夕相处 对他们的训练也应该说还是比较了解 但是在比赛当中今天这样的发挥啊 呃 确实有点出乎所料 一百三十三 这是四年前拳运会 他获得第三名的时候抓取的一个最终成绩 嗯 时隔四年之后拿这个重量开把 但是没有想到前两把都没成 拉起来 接着反弹 马上站起来 嗯 不能再往下蹲 哦 他这一次 还是否要再等三十秒呢 等三十秒的提示音呢 这样等候时间还是有点偏长 嗯 拉起来就赞 哎 对了 不能再往下走了 漂亮 这样的话 今天只有这一百三公斤的一个成绩 后头的停举就变得比较艰难了 对 非常艰难了 非常艰难了 但是呢 我想对于人来讲呢 不要失去信息 对 而且我们知道像龙清泉 像这个赵豪军 李立志 李立志这停举实力都很强 对 就刚才我们讲的 他在这个抓局下蹲的过程当中 不能下到在最深位置再去停 哎 赶快去站起来 这样一年不同特点 对吴军邦来讲呢 他抓局不能再蹲下来 支撑稳了再站起来 嗯 就接着那个反弹 马上站起来 对 好 现在应该说龙清泉 更占优一些了 现在全场抓局只剩下龙清泉的最后两把了 嗯 第二把要到了135公斤 从整个今天状态来看 小龙今天不错 嗯 上一届全运会龙清泉夺冠的时候 然后抓局成绩是133公斤 跟吴景彪一样 他的总成绩达到302 对 总成绩达到302 非常高的 哎呦 目前呢 龙清泉是我们国家在男子56公斤级的比赛当中 总成绩第一个超越了300公斤这样一个选手 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龙清泉啊 在比赛当中这个作风啊 确实给人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 尤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上 赢得了很多粉丝 其实像小龙这样的选手 经历过奥运会的辉煌 又经过再一季奥运会选拔的失利 失落 其实这种心态已经变得很平和了 对 应该说也是一个人成长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必经历程 好 来看一看他这一把 这是他教练胡长林 答案还是没有拉到位置 这样的话 小龙今天的抓据成绩只有130公斤 五顶标的是133 两个人在抓据上有3公斤的差距 但是以往我们对两位选手的了解是 小龙的挺举更强一些 所以后面的龙真胡斗还将继续精彩 好 观众朋友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本次比赛停举阶段的较量 好 来看一下李立志 第二把162 加了两公斤 他这是先把五顶标往下挤一下 对 先达到293 虽然的话他的总成绩也是293 由于体重的原因他现在排到了第一位 对 龙真标的293排在第二 现在我感觉确实是四算选手赵朝军也是胜不可测的 嗯 现在龙青拳第二把直接加到了166公斤 对 赵朝军的第二把也是加到了166公斤 哦 现在这种战术 我们有着摄像头啊 我们很难看到那个画面 确实很激烈了 这个 现在李立志 这把是1165 加了三公斤 他起来的话是296 他这个目标现在还搞不清是对着谁呢 是对着赵朝军也不是 现在目前呢 应该是湖南两位选手的最大对手是来自四川的赵朝军 对 赵朝军现在的第二把是要到了166 那即时起来是284 294 294 嗯 所以他现在得先力压赵朝军 哎呦 没有起来 这样的话 他最终的成绩是 293 293公斤 应该说他是稳后一枚铜牌 对 奖牌是至少 对 至少是对 现在只能我们叫的是奖牌 嗯 现在看 实际现在场上剩下赵朝军和龙秦拳了 对 那么 那么他们俩 每人各有两把 这个高度没有送上去 没冲起来 现在293公斤 估计龙秦拳可以降低一点 重量 上不了了 这时候已经降不了了 就是166了 这把只要一起来就是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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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京权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而且非常的兴奋 是 眼神当中是充满斗志的 所以说经常讲 异高 人才胆大 嗯 哦 好的 送起来 好的 好的 应该说到从08年以后啊 龙秦拳呢 一直是输给吴景彪 那今天呢 可能 这个是应该说 08年09年 一直是他压着吴景彪 在10年的土耳其安塔利亚世纪赛上 是吴景彪第一次在总成绩上 超过了龙秦拳 嗯 之后呢 11年世界锦标赛是吴景彪和赵超军去的 龙秦拳 对 就龙秦拳都没有选拔上 对 没有选拔上 因为国家男子其中的一支是 再加上去年的龙秦拳赛 又一次 是吴景彪战胜了龙秦拳 对 但是今天 龙秦拳是再一次又反过来了 嗯 战胜了吴景彪 对 今天我们看赵超军整个的开革重量 都是有目的 对 他抓局128 那么停举架到166 这样起来以后呢 他至少是排在第二位现在目前 对 是294 嗯 所以呢 还有第三把 往往有的时候赵超军会 把两把并对一把 但是这种成功率会很低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这一把166 起来的话是294 可以排在第二位 所以说这样我们刚才讲吴景彪纪念都很难拿牌了 确实排在第四位 这个第三能不能保住 跑不住了 跑不住了 已经保不住了 吴景彪的293已经掉到第四了 是 现在是李立志是吻获这个级别的同牌了 习近平次已经出来了 吴景彪排在第四位 现在场上的最后两次失举决定冠亚军 对 而且一定要到最后一把 才决定冠军的归属 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 赵超军是一个不可测的一个选手 因为他的停举相对占优 那么今天龙庆泉的体重要比他轻 但是他今天是千号在前 这就一定的难度了 我们就不知道龙庆泉到底该怎么加这个重量 对 现在全场只剩下最后的两把 龙庆泉一把 龙庆泉现在第三把要到了170 对 赵超军现在显示是169 是 这个重量叫我是湖南教练 可以加到200放在那 我就看你赵超军 你先举 你起来了 我起不来 那我输给你是正常的 你不起来 我不起 我是冠军 你不起来 我起来 我是冠军 等于是三个条件 我占了两个用 对 所以这也吸取了 在女子比赛当中 女子69公斤这个比赛 对 湖南选手夏燕梅 输给了三中选手西红利 当时就说夏燕梅举完了 还差9公斤 但是人家加上了154公斤 成功了 在整场领先的最后一秒钟 把冠军拱手向让 是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种战术 就是相当重要 对 教练的头脑一定要非常的清醒 对 因为赵超军他知道要加多少 他至少加这个重量 要赶上你龙清泉的 现在的总成绩是296 现在赵超军是要到了169 那么起来之后再加三公斤 是197 297 297 所以这个时候龙清泉我先要个170 放在这 我先放着看你一举 对 你砸了 我这个冠军是稳稳的 对 你砸不了 我还有最后一把 170 对 我再上一下 对于赵超军的心理来讲 人家还有一把 我不是起来就是冠军的 现在 对 所以这个时候压力 完全到了赵超军 我们也可以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这个成绩呢 如果起来是一个超世界纪录的一个重量 对 是凭全国纪录 世界纪录是168公斤 难度大了 起不来了 这下就没了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龙清泉已经稳稳地收获了本届全员会的冠军 看刚才那个后场的表现 最后一把应该是布局了吧 170 这是起来的话是一个新的全国纪录 龙清泉会在这儿给我们来这么一个惊喜吗 镜头现在还没有看到龙清泉 因为龙清泉已经回到准备区了 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现场显示龙清泉的最后一把放弃了 那么这样的话龙清泉是以 296公斤这样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 获得了本届全员会男子举重 56公斤级的冠军 那么获得亚军的是四川选手赵朝军 赵朝军刚才那个最后一把如果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精彩的 对 好让我们再次向龙清泉表示注赦 应该说他是未免了这个全员会的冠军 对 蝉蝉 嗯 蝉蝉 好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